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31日晚在钓鱼台养员斋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的俄罗斯总理梅德·韦杰夫 两国总理高度评价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 李克强表示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多次成功会晤通话 有力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 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总理先生是19大后首位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 这充分体现了中俄关系的紧密性和高水平 中方愿同俄方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扩大交流 通过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和各领域合作机制 推动两国更多合作愿景变成现实 使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梅德维杰夫祝贺中共19大胜利闭幕 并表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高水平的面向未来的 俄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俄中关系与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当天下午 梅德维杰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竞献花圈 我会变成为了一段时间 就会变成为了一段时间 在这里的背景中 我们将维护身理解放 我们将维护身理解放 是这样的时间 先维护身理解放